那么在今天呢 那么大家很期待的是 明天的大年初一 要亮相的大猫熊 那么提前在昨天曝光了 马总统邀请了500名 清寒学子一起看猫熊 团团非常大方 从头吃到尾 至于圆圆呢 则是抢镜头 又是抢团团的食物 接着又躺了吃东西 那么表演呢 趴着睡觉 我吃我再吃 团团紧抓 手中竹子不放 大肯特肯 吃到满蛇碎血 团团一脸 沉醉在 吃的喜悦里 另一头大姐头 圆圆也很抢镜头 吃到口渴了 圆圆趴着喝水 露出一节小短腿 超级卡外 好懒惰哦 小年夜猫熊馆开幕 团团圆圆当清善大使 动物团邀请500名 清寒学子 不用筹号码牌 抢先看猫熊 圆圆呢 圆圆躲在后面 不要动我 不要动我 装准时机 拍照留念 小朋友脸贴着玻璃 想看个仔细 脚上好像有磁铁 大家都舍不得离开 眼圆的眼色 然后眼睛黑黑的 妳干 All men 跟妳一样 那妳有没有觉得只有看一下下有点可惜 没有 哪一只最可爱 团团 喜欢团团 对啊 圆圆比较害羞 简易后提前曝光的团团圆圆也很给面子 不断薄板面 大起头圆圆还主动抢团团食物 抢一次不够 再抢第二次 团团让步 两只猫熊又上眼躺着吃戏马 吃到一半 圆圆再一把抓 抢下团团竹叶 吃腻了 大公羊排排屁股跑去睡觉 反而是任命的团团 真的很饿 几乎从头吃到尾 这两只猫熊可爱生命 也即将在大年初一 正式和台湾朋友相见欢 中天新闻 翁起平人影方 SN小组台北报道